5月9日正式登场的 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 讨论双边地区和全球性的安全 与经贸议题 对话前夕 美国官员严厉批评 中国的金融改革 知识产权以及市场开放等问题 美方主谈者之一 财政部长盖特纳最近敦促 中国实行更灵活 以市场力量驱动的汇率 他还说 北京必须停止 为国有大型企业提供低成本的贷款 因为这种做法让中国企业 在海内外拥有优势 被提名为下任美国驻中国大使的 商务部长骆家辉 最近引用报告说 80%中国网民所使用的软件来自盗版 此外 美国国内几乎不存在 对中国与其他外资进行限制 但是美国在华企业 却常常被排除在特定行业之外 或者被迫分享尽数以获得投资机会 这种机会的不平等 是继续拓展美中商务关系的重大障碍 也是最近的趋势之一 在一段长时间的开放措施之后 中国最近限制外商在境内的商务投资环境 美国政府高级官员批评说 中国政府虽然跟美国签署了许多协议 但是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言行不一 另外美中之间存在的重大分歧之一 就是人权问题 美国国务院主管人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 波斯纳将参加战略与经济对话 他日前告诉美国之音 我们将继续向中方提出美方所关心的一连串问题 包括人们公开表达立场的空间减少 维权律师与活动人士所面临的问题 以及艺术家艾未未的个案等 这些问题早些时候在北京举行的美中人权对话里 曾经被提出 我们将继续在美中战略及经济对话 以及美中法律专家对话中 继续提出讨论 人权问题对美国来说非常重要 美国会继续向中国政府提出 2006年9月 前美国总统布什跟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 发起设立美中战略经济对话 是双方各种磋商机制中级别最高的一个 布什任内双方进行了五次对话 奥巴马总统上台之后改名为 战略与经济对话 并且在2009年7月召开首轮对话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莫干声的采访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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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